感情当中 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还是别人给的 这个我一定要说 怎么 你来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人 是对方给不到他安全感 所以他会说 安全感是自己给的 然后又有一部分人 是他会把安全感 是自己给的这种话 当成一种理由 去伤害对方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工作中 或者是在生活中安全感 那确实是自己给的 但是在感情中的话 我觉得安全感是一半一半 就是首先我们不能是一个 疑神疑鬼的人 其次很重要的是 对方也是一个 值得我们信任的人 所以我觉得感情中的安全感 是需要两个人一起去努力的 哇 说得真好 是有道理的 你说得很好 我觉得得先如何去看待 去定义安全感这个词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对于安全感的定义不同 这是个大前提 对吧 你的安全感是 我的安全感就是 主打一个反差梦 能给我带来刺激感的 你不想要安全感 不忘了 对吧 对吧 你这么执着 那我就执着地问一个问题 行 你决定感情的终结的时候 是不是当这个新鲜感 和这种冲突刺激结束的时候 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从恋爱和婚姻 是两个维度 因为从恋爱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两个人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但是如果真正进入婚姻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责任 更多的会两个人 像一个生活中的合伙人一样的 虽然最后 这种刺激感会慢慢地消失 但是它会转变为别的 另外一种安全感 感谢观看